说出这一段,第一个,第二个再算平均 第三个再把最高的那个人跟那个人的身高跟体重 那其实最难的那个人是谁,可以要把它找出来 所以如果说我们按照刚刚的逻辑,其实这一题大概也差不了多少 第一个,一样独胆案,独胆案我刚刚讲过 独胆案比较特殊就是这个地方,你要不要realize 其实在这里都可以 可以只是说虽然精简,可是有时候那个突然扫一行的感觉好像有不踏实的感觉 如果你有这种感觉,你就把这一行补上,没关系 先丢给他,他再一个一个把它堵 那当然我要先确定一下,所以基本上会按顾就班的把那个动作做 这个是经典版,我们先来看一下那个 再来的话就是先把什么,把那个我们抓到的东西先确定一下这里面什么东西 所以基本上会先把这个list里面先把它print一下 看里面是什么,那可以看到里面会多一个换行 所以他要的结果刚好就是多一个换行 所以就是,你就不用说特别像我们刚刚会把那个多的换行拿掉 如果考试是多的换行拿掉,那你就要去做 如果不是的话,那你就不用做 所以你会发现,他这个后面都会有一个反斜线在这边 OK,所以会多一个换行拿,最后没有 然后这边,接下来的话就是把分别怎么样,跑个回圈 然后把所有东西都把它逐一的把它print出来 所以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就把资料把它print出来 所以输出的话就是刚刚讲的,把刚刚的这个串列 逐一一行一行的输出,所以把它print出来就可以了 然后这边的话这个注决,跑掉 OK,那把这个第一个阶段就完成了 那接下来的话呢,这个连那个缩牌有没有 这个缩牌,少一个空格它都不行 所以这个缩牌如果你漏掉的话 OK,第一个,第二个的话我们要做什么,平均 那算平均的话,我们刚刚讲过两种方法 第一个就是说,也许我们可以把它先跑个回圈 那在回圈里面的话是做什么 就是分别做切割,有没有 所以把那个资料给用什么,用split 然后空白,刚好它的分割的位置是空白 所以用split 然后分别怎么样,把资料丢进来 如果这边,刚刚用list一 那这边应该用list二 干脆算了,不要改,改原来的方法 不然的话,程式要改越要多 OK,好,这样子 那再来的话,我们就什么,利用split 把刚刚这个line里面的东西,一个一个切 那切过来的话呢,当然我们目前就有身高跟体重 那身高跟体重分别把它切,切切切,切到这个h跟w 可是未来如果说我们要用简化板的话 我是建议你这边怎么样 可能还要再多一个什么,多一个n吧 或者叫name name里面的话append什么 append这个第0个 不然的话,你没办法去用index抓到 所以这边的话也许多一个n吧 这边可以把它改成0 然后这边上面可以把它简写 我们刚刚讲过,可以这样多一个n n,然后逗点 然后这边的话就是逗点 也许你可以把它写短一点 那跟各位讲一下,考试的时候 它其实不会就是固定的标准答案 所以其实你只要写是符合它的那个compile要求的 像这种写法ok的话,那应该就可以过 ok,然后我们就多一个append 那为什么append这个名字? 因为如果说我们要用精简版 刚刚那种写法的话 那就可以直接抓到它的名字了 那再来的话就是底下,如果我们好回圈 如果弄逻辑判断,我是觉得稍微比较啰嗦一点 那我们干脆改成什么?改成比较精简的写法 那精简的写法的话 基本上第一个,一样我要输出什么? 输出平均升高 请各位注意一下,未来你们考试的时候 一定还是会有那个体本 所以将来会列印给你 那你可能要注意一下,就是这个地方 那每一个字的大小写 还有这边空白 有没有,你可能要算一下 这边可能就是一个空白 冒号加一个空白 然后把后面的升高 平均升高把它推着断 那空白的话,刚好也许就用逗点 有没有,逗点输出会是刚好的 所以我们就什么? average height 然后呢,这边的话就是加一个空白 那也许我们用format好不好? format里面的东西取到 因为它刚好要取到小写点第二位 所以记得,这个地方大刮五 然后呢,给它一个帽号 所以习惯先把这个打好 点2f 记得,刚刚我同学有遇到问题说 如果你是小数点是点2f 如果你是整数的话,记得用d d前面不要再加一个点,这样就错了 如果你是自算的话,其实用s 三种比较常用的资料形态 这边的话,是用小数点第二位 所以点2f 后面的话,加一个点format format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平均升高 平均升高就是把它全部加总 sum 除以它总共几个 ok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算出平均升高 平均体重 ok 这样的话,就可以达到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我们先print 所以,考试的时候我建议还是按部就班 先可以run过一个,之后再换下一个 这什么? file 什么? name l 这个 哪里错呢?看得出来吗? 转型 没事,不要乱转 ok 因为我们这个地方 它里面是一个什么? 一个字串 所以你字串 你给它转型 它就不能转 它因为它不是数字 但是底下为什么没事呢? 因为它里面放的是数字 ok 拿掉 前后双一号 是合法的 上面的是ban 你有没有办法 这边有个ban ban前后拿掉 它是什么都不是 ok 所以这边的话,可能要注意一下 转型 不是复制就过了 ok 那我们确定一下这一关 过了,有没有 1 ok 了 2 也ok 而且是许到小数点第二位 检查一下是不是空白一个 空白一个 没错 所以建议 当然你要速度快 其实也不用太快 总共一百分钟 让你做九级 应该 反正你 时间应该很充裕 所以宁可 按部就班 好,那再来的话 最后就是什么 再把那个 最高的那个人的名字 跟他的什么 他的格式输出 所以一样 就是他最高的那个 tost 神那个is 谁呢 名字 所以我们可以用刚刚那种方法 还记得吧 其实我的习惯是先做这个 最高的那个 所以什么 其实用max 然后把它刮胡 有沒有 刮胡 h 这样子的话 他就把最高的那个 人的 那个什么 身高就列出来 对不对 那第二个的话 再把这个词放在这里 取到小用的第二位 再来就是说那个人是谁 那个人的话 其实就n 不过你可以分两件 先把那个人的index 先抓出来 那怎么抓那个index 就是h 点index 有没有 用index方法 index方法有点是查询 刮胡给他 然后再把最高的那个人的index 帮我查一下 所以这个index有点是帮你查 他的位置在哪里 那我们再到什么呢 n里面去把资料抓出来 ok 所以你就记得在外面再包一个n 中瓜糊 有没有 就完成了 ok 所以要小心 虽然没什么 没有很多 但是动作对 就下课 动作不对 也是下课 下一次再来的意思 ok 所以基本上的话 考试其实会的话都很快 不会真的你会觉得永远时间都不够用 ok 因为我印象中 ok 考最真的是满头大汗的就是考那个手机APP那个enjoy的时候 ok 那个真的是太多太复杂的东西 如果跟那个比起来的话 当然是真的是小屋见大屋 或者未来我也推荐 如果 像Java PAG 只要有类似程式语言 你都可以去稍微加法题目看一下 你当练功 如果你希望 未来能够 在能够业界里面能够做得更好的话 ok 那再来这个地方 其实可以把这个复制一下 会比较快 不过特别说 复制 其实就是bug的开始 但是方便了 所以很多书里面 一些bicol 都说千万不要复制了 请你重打一遍 但是我倒不是这样想 我觉得你可以复制 但是你要得外小心 ok 所以这个地方 你只要复制贴上的话 然后贴你可能要知道贴之后 从头取一遍 改哪里 改这里 w 这边改w 好 这样应该就大功告成了 可以看得懂吗 如果最高队就不要用逻辑 我们就直接把它删掉 哇 又更清爽 ok 清清爽爽这种感觉 诶 这边也可以最高队 这也可以删掉 对 ok 哇 好精简 这样子 感觉会蛮好的 其实 有的时候这种都有成就感 如果说你可以把一个程式越写越精简 啊里面就会有你自己写出来的味道 然后你要在家熟练 然后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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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最后呢就把它写一下看 这个一个 1 ok 2 ok 最后就3 执行一下 每个地方都要特别小心 尤其是那个空白的地方 请你格外小心 因为每个空白 即便你结果看起来一样 但是像是我之前花很多时间都在检查那个空白 错就是错在那个空白上面 如果没错的话 那结果应该就得分了 OK 你就可以把这个档案储存之后 然后再上传就OK 再check一下 两边check check OK 没问题了 然后就可以把它交上去了 那 也许待会也许 另外也可以 请各位就是 第二个 把那个云砖上面 我刚刚有把它传到那个 就是懒人包里面 懒人包里面 安装环境里面有个懒人包 懒人包里面的话 就有一个叫3732 那请各位就把它下载 下载之后的话 请你把它盖过去 盖哪一 就是盖掉你原来的那个3732 这个 有没有 那有什么差别 最大的差别在这里 可是你们等一下可以试试看 或者是说另外一个方法 你们待会 我不确定 就是说 你们干脆把我那个下载 只抓到里面的什么 里面的那个就是 Squip 3732 这个 假设你把它打开 里面你只要抓什么 抓那个Squip这个目录 主要它是装了这个Spider 其他我不确定还没有多的 所以也许你可以先试看 可以只要解压说什么 解压说这个目录 这个目录到哪里呢 到你低叠底下的这个Squip 把它直接盖过去就对 就是说把这个 我的喜欢上tool line放开 然后放开之后 他问你说要不要覆盖过去 要你就把它盖过去 盖过去之后的话呢 你再检查一下你的Squip 把它取盖过来 因为都一样的东西 然后你就再把这里面看一下Spider 点两下 看有没有弄起来 如果弄起来的话 那恭喜你 你就不用整个覆盖了 我记得应该Squip就可以了 那这个就是我们编辑环境 那将来的话呢 你要怎么去考试的时候 怎么去执行 像我那一天 我记得是这样 就是我考试的时候 我这边有个题目 对不对 他会到时候会放在C别的 有一个根目叫什么 Ans.csf的目录里面 有点类似像 我把它下载这一个 然后把它保留好了 那我的习惯是这样 就是把这个档直接从Ans.csf这样拖拉过来 放开就可以了 把它拖拉放开 直接编辑储存就OK了 你到时候测试的时候 你就是再把它传上去 看有没有绿灯 绿灯的话 这一局就可以往下 再去开另外档 再丢 然后做完 再上传 就是这样子 那如果有错的话 一样在这边改 改完再储存就可以了 OK 那也许可以试一下 就这样可以 有没有 你会慢慢他原来会给一些提示 你又可以做 也许慢慢感受一下 感受一下这个 Spider跟Ecavers的不一样 后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所以刚刚 第一个就是 把那个904那一题 试着试试看 然后有两种做法 也许可以试一下 那个精简的这种做法 第二个的话就是说 再到那个云端上面 找到那个安装环境里面的懒人包 懒人包我刚刚讲那个三七 三二这一个 也许可以试试看 如果可以的话 你就只要解压说Squip的那个目录看看 如果可以就不用全部整个盖过去 好 告诉我 你